当地时间2月6号 两次7.8级强震冲击土耳其南部 截至记者发稿时 地震已造成土耳其及邻国叙利亚超过4.1万人遇难 地震发生后 身在土耳其伊兹密尔的华人王兴华 第一时间动员当地华侨华人捐资捐物 目前他正在准备第三批援助物资 并开车赶到地震重灾区哈塔伊 6号地震 7号我就把第一批物资我们就送给他 我们送了五头物资给他 物资送到了伊兹密尔市政府指定的地方 由他们来总体协调 调配 然后送到再去 到了后期 到了后期以后 我就到前线来了 我就想在本地采购一些东西 给他运去 但是很多物资你根本就买不到 就没有 我去加义站 去了两个加义站 加义站里面所有的这个柜材上的东西 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 没有东西 都被买了 强调了 王兴华表示 目前运输到重灾区的物资 可以基本保证当地民众日常所需 但婴幼儿止尿库和女性生活用品依旧短缺 我昨天晚上从机场回来 我看 从机场到灾区这一辆线 几几公里长的 全是那种运输大卡车 就是在源源不断地往灾区运输东西 应该是就说 最基本的东西 就是这个吃饭呀 短那个 你平常用的东西 我觉得应该是不缺的 我觉得他们还是缺这个叫 帐篷之类的 然后昨天我看到一条信息 就是说 市政府更新的一项 缺这个 小孩的尿不湿 然后就是女同志用的 这个 女同志用的那些特殊生活用品 这些东西紧缺 目前来讲 土耳其地震后发生多次余震 正在一线捐资捐物的王兴华 看到现场楼房倒塌的场景 心里很难过 一个城市基本上没有 到处都是塌房 到处都是一片囊急 我跟你说吧 你真的你说 用语言来表达这个场景的话 你就是 我只能说 就是我看了这个场景 心里受到的那个 灵魂受到的那个创击 真的是你只有自己 到了那个场景 你才能体会得到的 我们在一个片区里面 一片废墟里面 基本上没有楼了 全是大的 一小孩子 然后我们给他吃的 然后我们就问他 我说 他们可以走的 可以对付 可以安置他们到别的地方 他们不走 为什么不走 人家说 这楼里面 在楼下面 在地下面 还有我们的家人 我们为什么要走 地震发生后 中国政府第一时间 启动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机制 向土耳其和叙利亚提供紧急援助 多知中国社会应急力量 也前往土耳其 开展搜索和排查工作 中国的救援行动 得到土耳其当地民众的认可 这让在土耳其居住多年的王兴华深有感触 就是我在这个地方20多年 我们中国救援队 包括在土耳其的民间这些 过中资企业总商会 民间的各个社团 还有这些一线留学生 所表现出来的 积极性 主动的 就让土耳其民众 对中国的 等体的一个认识 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次 这一次我是亲身的体会的 然后不管是从我们土耳其朋友圈子那边 还是从我们中国人自己朋友圈里面 分享出来的一些信息 这个我很明显地感受到 土耳其老百姓 对中国政府这一次 及时地 顺序地做出了反应 给他们援助 援救 然后就包括 在土耳其的一些 民间社团 对土耳其老百姓 伸手给的这些 帮助和资助 他们是 非常感激的 真的是非常感激 目前 土耳其的救援行动 还在继续 王兴华说 华侨华人会持续关注灾区重建 并且华人社团 已经开会拟定初步方案 尽可能为当地居民排忧解难 共同度过艰难时光 我们想靠着在土耳其的华人华侨 中子企业出钱 我们买这个叫做空的集装箱 在那个重灾区 有500个集装箱 给它建立一个叫 我们给它取名叫希望 希望村 我们发出去了这个倡议 昨天收到了不少的一些回应 我们会继续往后推 当然这个是一个 长线的一个工作 有不少同胞在响应 然后就是这个也需要进一步的落实 请不吝点赞订阅